纪妹绑定了高考分数交换系统 要跟我的分数交换 爸爸和后妈因此一改常态 精心照顾我就是为了让我好好考试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 看着我700多的高分 她的25分 纪妹发疯了 我夸了夸我的系统 干得好 距离高考还有半年的时候 纪妹绑定了考试分数交换系统 要交换我的考试分数 你已被绑定考试分数交换系统 您自此后 每次考试分数将和林源进行交换 正在刷题的我 突然听到一声机械音 从我脑袋里传来 与此同时 纪妹林源兴奋的声音 从隔壁房间传来 妈 我刚才绑定了一个系统 她说能把林沐所有的考试分数 跟我的进行交换 嘘 圆圆你小点声 别被林沐听到了 没过一会 刘霞就来试探 我有没有听到他们这个秘密了 刘霞端着一小盘水果不敲门 直接进了我的房间 看到我戴着耳机 明显松了一口气 木木 复习累了吧 妈给你送点水果来 补充一下维生素 看着盘子里的鲍纹香蕉 和鹤变严重的苹果切块 我露出一个笑 侠仪 还是给圆圆吃吧 她是要考清华的人 脑力消耗比我严重 刘霞是在我初中的时候 带着022嫁给我爸的 他们高来的时候 我是保持平常心 想着跟他们好好相处的 大家最开始都相安无事 但是林源比较爱美贪玩 初中的成绩勉强能看 差20分上市重点 但是林源不愿意去普通高中 闹着要跟我上一样的是重点 刘霞就以好的学习氛围 更适合学习的理由 给我爸催枕边风 家里拿了十几万则消费 让林源上了市重点 上了市重点之后 林源的学习成绩不声反降 每次亲戚聚会 大家都要把成绩好的 我拿出来和林源对比 有时候甚至明里暗里 将刘霞拿来跟我妈妈对比 我也曾主动提出 帮林源补课提高成绩 不料刘霞和林源认为 我在变相炫耀嘲讽 不仅没同意 还把我恨上了 转头就给林源报了 昂贵的补课班 刘霞和林源对我越来越讨厌 林源和他的跟班 在学校不少给我屎半子 刘霞更是在生活大小时中 对我暗里刁难 只要没有特别过分 我爸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又一次亲戚聚会的时候 有亲戚提起来 听说这次月考木木 又考了年级第一 不得了哦 以后怕是要考清华北大 不像我家里那个 吃吃喝喝的 哎 只能毕业之后 接手他爸的公司了 这个亲戚家里产业颇多 其实根本不在乎 儿子考试成绩 提起我只是为了 找个话头炫耀一下而已 大家都听得出的意思 偏偏刘霞被刺激久了 这次竟没听懂的样子 没有顺着亲戚的话夸 而是一脸认真的给林源找步 我上次问了木木的班主任 他说木木这成绩 充其量上个普通985 倒是我家圆圆 他的班主任说很有前置 只要收收心努努力 能上清华呢 发话的亲戚没得到想要的恭维 也不开心了 是吗 也是 你二嫁过来也不容易 你家林源要是能考上清华 林辉也会更看重你家林源 接着又测过身 跟其他亲戚说道 哎 林辉打拼这么多年 也没攒下啥家业 可不得靠两个孩子读书 改变命运吗 那场聚会 把刘霞气得牙痒痒 回家之后 就给林源下了死命令 必须利用剩下的半年时间 好好学习考上清华 给我出口恶气 林源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 但是平时为了糊弄刘霞 也说了好多遍那些题 其实我稍微学学就会了 林源没办法再跟朋友出去吃喝玩乐 只能苦着脸继续学习 听到我又说起林源考清华的事 刘霞脸色一僵 玄机想到 我的成绩马上就要变成林源的 脸上又控制不住的露出笑容 是 源源是要上清华的 既然你不吃 那就算了 只是别回头 又在你爸那说些有的没的挑拨离间 刘霞端着水果头也不回的走了 我看到 他顺手把水果倒在门口的垃圾桶里 然后反手把我的房门重重的关上 回想起 我不止一次听到刘霞跟林源说 要是你的成绩能跟林源交换就好了 我在心里吃笑 与其偷别人的努力成果 还不如自己努力 别人的成果哪有那么容易被摘桃子 他们迟早要为自己的不劳而获付出大代价 往往写着不收费的 才是价格最高的 绑定了系统之后 我再也没有看到林源在家里学习过 至于在补习班 据我所知 那个档次的补习班里全是些少爷公主 就算考不好 家里也自会安排 林源在那里只怕是更不会认真学习 很快 高三上学期的期末考来了 我没有因为被绑定了系统 就故意考差 完全按照我平时的水平发挥 高考前每次考试 对我来说都不是二系 都需要认真对待 我不想因为其他事情 扰乱自己的备考心态 同时 我也是想通过这次考试 来验证这个换分系统 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一方辛辛苦苦努力学习的成果 难道真的能被另一方直接窃取吗 多不公平 很快 考试结果出来了 林源考了年纪第一 我则考了年纪倒数第一 我看着我 全是红叉叉的李宗卷子 上面的字迹都是我的 跟我交卷时完全不一样 但是又有谁能证明呢 听到被绑定系统的时候 我没被气笑 此刻看到总分十多分的李宗卷子 我被气笑了 怎么会有人把卷子全部填满了 只得十多分 看到写出锡的元素符号那一栏写着SB 我心想 能把SN写成这个的才是SB 拿到成绩之后 林源耀武扬威的来到我的班级门口等我 哎 你是不是这次考试的年纪第一林源 你好厉害 上高中两年半 我第一次看到年纪第一不是林木 是我 哎呀 之前一直没发力 以后你们会经常看到年纪第一不是林木的 因为以后的年纪第一只有我 你跟林木是姐妹吗 你们名字好像哦 以前林源从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姐妹 生怕身边的同学把我拿来跟她对比 我也一直非常配合 至今没人知道我们是姐妹 但是一旦我们两个换了过来 林源可不会顾及这些 甚至巴不得让大家都来对比对比评评里 是的 林木是我姐姐 哎 可能是我最近发力让她感觉到压力了 这次她竟然考了年纪倒数第一 回去之后 我还要帮着劝劝爸爸别太生气才行 林源一副为我担心的样子 换来了周围同学一片夸赞 真是善良的妹妹 要是我妹妹也这么懂事就好了 嘿 这服气她还真想要啊 林源在班级门口跟我的同学谈笑风生 气氛非常融洽 终于聊完了 林源神清气爽的来到了我的桌前 姐 你这次考的也太差了 这个寒假可得好好挑灯夜读补回来 我也没跟她反驳 顺着她的话点了点头 确实 妹妹你也要更加努力保持年纪第一才是 我看到她眼珠一转 就知道她的选择了 更加努力 她的成绩都跟我兑换了 还努力什么 她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放肆的玩 不然好好学习提高成绩 可不是便宜我了 顺便还得鞭她 我拼命的学 不然她考不上清华怎么办 回家路上 林源对着手机在傻乐 一会拼命打字 一会又偷偷描一眼我 晚上我正在看近几年高考题解析的时候 我的同桌沈渝给我打来了电话 沐沐 你快看学校论坛 你他房了 气死我了 那些人什么都不懂 全部在乱说 安抚了沈渝两句 我点开了学校论坛 爆火的一条帖子标题非常醒目 往日学神林沐竟是赝品 真正的学神内核是她妹妹林源 点进去之后 里面清一色 全是对林源的夸赞褒奖 林源才是真正的学神吧 天赋秉义 才稍微用功一点 就拿下年纪第一 姐姐好忙 对这种高智商 想学就能考高分的人 完全没有抵抗力 听说林沐之前能考年纪第一 全是林源在家给她开小灶 但是林源自己不屑于锋芒毕露 每次考试都故意考杂的 可不是吗 这次林源肯定是没空给林沐开小灶 所以林沐这回就不接了 真的假的 我一直以为林沐是学神 毕竟她的传说 可是在学校传了两年半 什么学神啊 假的 全靠妹妹带 我朋友亲耳听到林源承认 每天给林沐补课 话重点到凌晨的 林沐怎么是这种人 平时看她那么轻松的样子 原来全是装的 恶心 有些人为了学神人设可拼了 你以为哦 帖子里不断有新回复刷出来 我的眼睛都快看不过来了 突然一个名叫 我是嫩爹的网友回复 引起了我的注意 笑死了 林源辅导林沐 这种话你们都编得出来 还真有人信啊 但凡有人看过林源以前的卷子 就知道她几斤几两了 一个从初中就平平无奇的人 突然考一次高分 就能落下常年年级第一的学神 一群傻蛋 Fuck 很快 这个回复就被林源的拥护者们贡献了 哪来的林沐舔狗 在这里诋毁我们圆圆 暴走圆圆了哈 林源本来就是隐藏学神 林沐那种人造的假学霸 哪里比得上我们圆圆一根手指头 林沐给你了 本来我正吃瓜吃得津津有味 看到最后一句 我突然觉得罚人无味 网络的老套路 给不出有理有据的反驳证据 就开始造黄谣 对另一方进行人身攻击 没意思 关掉学校论坛 我继续看向桌上的高考卷 已绑定只要学不死 就往死理学系统 初次绑定 向宿主赠送终极高考试卷礼包一份 请前往背包查收 突然 机械音再次在我脑海里响起 什么礼包 我怎么看 别说 终极高考试卷礼包 我挺感兴趣的 宿主你好 你只需要在心里默念 打开背包 即可检阅背包 看着凭空出现的五套高考试卷 我来不及感慨 就抽出了一张李宗试卷做了起来 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作题啊 这张试卷涵盖的知识点非常全面 由浅入深 提前安排非常合理 做完之后我感觉身体每个毛孔 都吸收了知识的甘露 这份见面里宿主可还满意 我没正面回答 反客为主道 你要我做什么 又能给我带来什么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对灵愿来说是 对我来说 肯定也是 系统沉默了 估计是没想到我这么直白 系统按照宿主心中第一个心魔生成愿望 奖励便是这个愿望 灵愿的愿望是置换我的成绩 所以他的系统是分数交换系统 我的系统却叫只要学不死 就往死里学 我竟不知道我内心深处最强大的愿望是这个 宿主的心魔似乎是学习 但是却又对名次没有强烈的渴求 我就猜你可能是想学到死 我被整沉默了 那我可以理解为 这个终极愿望 我可以自定义吧 理论上是的 那我要用什么来交换 我可不信我是所谓的天选之子 所有的系统都采用自动签约的方式 只要宿主默认接受系统 两方契约即成立 顿了顿 机械音再次想起 签约条件默认为 抵押宿主第二在意的东西 当双方其余失效 这个抵押物会被收走 所以如果我没问清楚 默认你的存在 我就会有一样东西被抵押 是 我的抵押物本来是什么 你父亲对你的亲情 第二天 刘霞找到我爸 说以林源的成绩完全不需要补习 但是补课费不退 不如让我代替林源 把补习班上完 反正我的成绩也差成那样 正好需要 我爸虽然觉得 我们俩的成绩有蹊跷 但看我没有说什么 便也同意了 我刚走进补习班 脑袋里面的系统 就开始呲哇乱叫 检测到学渣一枚 纠集学渣三枚 纠纠集学渣两枚 全都是提高高考分数的胜体呀 好家伙 补习班里加上我一共七个学生 除我之外 竟然全是学渣和极品学渣 以及超级品学渣 昨晚跟系统讨价还价 最终我跟系统达成了新交易 他帮我在高考的时候 强行毁灭林源和他系统的契约 本来强行破坏其他系统 契约是不被允许的 但是我问 假如我的终极愿望 是把林源的高考分数 再跟我进行交换呢 可以 契约被强行终止 林源的抵押物就会被收走 不知道他第二在意的东西是什么 我很好奇 关于抵押物 我态度坚决的不同意抵押亲情 最终系统退让 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 我帮人提高高考分数 一分算成一个积分 凑齐1999积分 用来支付这次愿望的报酬 由于没有抵押物 不仅重新得到我的成绩 连抵押物也会被默认赎回 交易大基调定下后 我还争取到了系统题库 随便使用的权利 宿主 用人类的话来说 你真是个八皮 嗯 我的意思是 你很会精打细算 嗯 补习班的人明显对我很好奇 就是这个好奇不太有好就是了 你就是林源的那个 恶毒季节林木 一个短发烟熏装的女生 一脚踩在凳子上 直愣愣盯着我 林源 我那个恶毒季妹 你是她的谁 我一边说着 一边静止 坐到了唯一的空位上 倒也不是林源的谁 只是好奇她描述的 那么恶毒的人长啥样而已 哦 我还以为 你是她的好朋友 要讨伐我为她出气呢 毕竟 她是那么美好的一个人不是吗 我卖悠悠掏出补习课本 余光瞟了一眼 做我旁边的那男生 不知道为什么 从我一进来 她就一直直愣愣看着我 她美好 她要是算得上美好 我家猪的追求者 都能从这里排到法国 短发女生突然讽刺的笑起来 然后把脚下的空板凳 踩得夸夸作响 至于好朋友 这个补习班里 可没有她的好朋友 说着迅速地把一只大胖蚕 扔到了我的桌子上 当然也不会有她那 恶毒季节的好朋友哦 除了做我旁边的一个男生 另外的三女两男 全部从我哈哈大笑起来 这就是中二少年吗 宿主 他们的智商真的没问题吗 好抽象的行为 难道是因为我是系统 所以看不懂 不 我也看不懂 内心对这些中二的千金少爷 吐槽一番 我的表面依旧平静 我把大胖蚕 从翻开的树上捡起来 走到短发女生身边 在她疑惑 我要干什么的时候 把蚕直接塞进了她的手心 然后用手紧紧包住她的手 任她怎么扭 都正脱不开 你们看不起的林源 已经成为了 网上大家所认同 和推崇的新一代学神了 在大家心里 她只需要稍微动动脑 就足够碾压所有人 你们凭什么看不起她 她那是作弊 就她那在我们当中 都掉车尾的成绩 能再是重点考年纪第一 简直是天方夜谭 哦 你是说 你能在固定的时间内作弊 还要保证不被发现的情况下 考出700分 我看向说话的寸头断媒男生 笨倒 答案太显而易见了 要考700分 除了语文主关题的扣分之外 其他客观题基本要全对 哪怕是用手机 直接一道题一道题搜 那考试的时间 也是完全不够用的 更何况考试的时候 还要保证不被发现 根本不可能一直用手机搜 刚才还热热闹闹的补习 是瞬间安静下来 我放开了握住短发女生的手 她立马把手心里的残扔了出去 用纸巾疯狂擦拭手心 林木你真是疯子 我不理会她 做回自己的座位 你们要是甘心就这样 让你们看不起的林源 爬在你们头上 甚至把你们踩在脚下 给她做对照组的话 今天的话就全当我没说 后面的补习生活 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就是 但是如果你们不甘心 我可以帮你们 我不保证 可以帮你们达到700分的水平 但是我可以保证 你们高考会比林源考得好 说完我也不避讳目光 只愣愣扫过所有人 就凭倒数第一的你吗 请你帮我补习 两道声音同时响起 做我旁边的男生继续说道 请你帮我补习 但是我不是为了跟林源做比较 他对上我的眼睛 我只是单纯的想提高成绩 我还没来得及做出回应 刚才质疑我倒数第一的 粉色头发女生就说话了 沈云 你今天是发烧了 我看把你都烧糊涂了 一个考年级倒数第一的 说要给人补习 把牛都吹上天了 你还真巴巴往上贴 就是啊 他要是能帮我们补习 我初中的时候就知道他了 沈云没有因为粉头发女生的话生气 好脾气的解释着 我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他和林源这次的成绩这么蹊跷 但是我觉得 真正学了进去的知识 是不会凭空消失的 他只是没有显示出来 看他们的情绪已经被我挑动起来 我也放出了我的鱼儿 我们打个赌吧 就赌今天的随堂测试 你们谁都没我分数高 我顿了顿 自信且张狂的扫过他们的脸 并且 我会做的全对 好啊 要是你今天能考满分 我们就让你给我们补习 短发女生又恢复了 那副极傲不逊的样子 冲我挑了挑眉 不是满分 是全对 另外 如果你们输了 不是你们同意我给你们补习 而是你们要联名请求我 帮你们补习 如果你输了呢 你们提 如果你输了 你就在你的QQ空间 发你不如我们几个 要把我们所有人的名字都说上去 也让我们在世重点出出名 成交 今天补习班的安排 是下午礼宗随堂测试 晚上补习老师改卷和讲解 刚闹了一场 随堂测试的时间 补习室里只有写字和翻试卷的声音 下午五点 补习老师踩着点进来收卷 我交卷的时候 特意跟补习老师说了一句 老师 请您别给我打分 只进行对错评判即可 非常感谢 补习老师姓李 是本地高校的一位教授 兼职做补习机构老师 李老师虽然觉得这个要求奇怪 但是敬业的他 还是冲我点了点头答应了 晚上六点五时 我到补习室的时候 除了沈云之外的其他五个同学 已经在替我策划发空间的文案了 甚至还拿了好几版让我选 你们与其在这里绞尽脑汁想文案 不如想想要怎么请求 我给你们补习 就平才考了倒数第一的你吗 杜凡 也就是那个寸头断眉男生 冲我哈哈大笑 其余几个也对我露出了志在必得的笑容 放学之后 我翻看了补习班的花名册 通过上面的照片 将这几个人认了个拳 就是这么高级 小班补习 为了防止学生让人代课逃课 连花名册都带人像识别的 短发烟熏装女生叫王威妮 粉色头发的女生叫颜潇潇 高马尾女生叫宁侠 另外一个没怎么说话的男生叫颜素素 估计是颜潇潇的哥哥 还有就是坐我旁边的男生 沈云 我的初中校友 我不认识她 但是我认识她的妹妹 沈云 我的高中同桌 下午放学的时候 沈云知道了 我跟她搁一个补习班 把她的上学履历抖得干干净净净 我才知道她是我初中隔壁班的同学 七点钟 李老师准时走进了补习室 开始分发改好的试卷 王威妮 32分 严潇潇 25分 好 就究极学渣梯队集合完毕 杜凡 68分 严肃速 72分 命霞 78分 OK啊 究极学渣梯队也集合完毕 沈云 132分 学渣也到位了 林牧 你的试卷 听到我的名字 我走到讲台把我的卷子领了下来 在路上 我就迫不及待翻看着我的卷子 哪怕是意料之中 看到自己做的试卷 我还是很开心 王威妮伸长了脖子 看到了我试卷上的全队符号 脸上笑容凝滞了 还几没弄眼的 跟其他几个人进行加密交流 我坐回座位后 看到的就是补习室里那几个重要少年 在那里眼睛抽抽 眉毛也抽抽的样子 这加密交流倒也不必这么明显 林牧这张试卷做得很完美 不仅所有题都对 在最后一道物理大题 还利用了大学的微积分方法 对时间和微移公式进行求导 直接求得顺势速度 我看到的时候 都有一种思路打开的感觉 李老师在我回到座位之后 就止不住对我夸赞 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要来这个补习班 最后一句似嘀嘀咕咕 我差点没听清 还能因为什么 因为考了倒数第一呗 杜凡也跟着嘀嘀咕咕 突然一个纸团 直接砸中了杜凡的后脑勺 谁啊我去 我向沈云望去 我可是清清楚楚看到是沈云扔的 沈云看到我的视线 不仅没躲 还冲我笑了笑 聊聊几人 下面的动作上面看得一清二楚 李老师敲了敲黑板 别在那里搞这搞那了 现在我们来把下午这张卷子讲解一下 晚上九点 李老师准时夹着叫按撤退 我慢悠悠的收拾东西也准备撤退 杜凡坐在他的滚轮凳子上一个滑铲 就溜到了我的面前 木姐 你这么厉害 怎么会考倒数第一 你交白卷了 这也太拽了吧 我没交白卷 我确实考了倒数第一 但是这也不妨碍 我这个倒数第一给你们补习 现在你们可以好好讨论 明天怎么请求我帮你们补习了 我背好书包 看都没看杜凡一眼就往外走 记得态度要诚恳 言辞要充满激情 回到家里的时候 林渊正躺在沙发上追剧 看我回来 他马上询问我今天的情况 姐 补习班好玩不 他们没有为难你吧 说着一直盯着我的脸 注意我的表情变化 他们以前跟我关系很好 对你有点误会 如果他们为难你 你别怪他们 如果他能说说脸上那幸灾乐祸的表情的话 这杯绿茶应该还是会更传后的 误会 他们确实对我有点误会 竟然要我这个倒数第一帮他们补课 我苦恼的皱着眉头 林渊的脸色明显僵住了 我越过他 静止回到了房间 第二天下午到补习班的时候 其余六个人已经严阵以待了 杜凡捧着一束签字笔心花束 王威妮则拿着一小达标签站在一旁 木姐 这是我们的拜师礼 我们已经深深的被你的能力所折服 请你帮我们补习 昨日的我们玩笑 请您大人有大量 通通忘记 说着杜凡把签字笔心花束递到我手上 六个人齐刷刷对我行子拜师礼 我瞬间感觉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宿主 我感觉我的电流紊乱了 这就是你们人类说的干大吗 应该是吧 反正我觉得挺尴尬的 行完以后 王威妮把手上的标签递给了我 这是我们的高考目标 我们不想跟林渊比 只想达到我们自己想要的高度 标签上写着每个人的名字 以及想达到的分数区间 保守一点的 甚至只有院校层次 比如王威妮的 就写着四个字不要专科 多么朴实无华的愿望 根据系统对他们的高考评估分 我在此基础上 一人提高了200分给他们作为目标 保守估计一人200 能给我进向1200积分 除了他们之外 我还得拓宽一些其他的提分途径 通过一番画饼战术 我把他们哄得热血沸腾 捏着我给他们定的目标两眼发光 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在升学宴上 侃侃而谈心路历程的一幕了 看着他们打了鸡血的状态 我很满意 想要提高成绩 内区和外区缺一不可 而且对我必须得有尊重和重视 否则只是浪费彼此的时间 整个寒假 我都化身为卷子精 每天到了补习班 就是发卷子 收卷子 改卷子 讲卷子 补习班下午和晚上 本来就有补习安排 为此我把上午的时间 也利用起来供我发挥 瞬间补习班变成了早期晚时 中间林月来过一次 他站在补习班外面 看到里面六个人埋头做卷子 我在一边看书 一边写写画画的 自动开始发动茶茶言茶语技能 他捧着奶茶 挨个走过每个人 你们怎么这么拼啊 学习有这么困难吗 可能是体质不同吧 我只要考试前稍微翻翻书 就能考高分 不用像你们这样辛苦 唉 最近好无聊 多句慌了 真羡慕你们 可以过得这么充实 姐 你这么努力 开学第一次月考 应该会有进步吧 可千万别再考倒数第一了 哪怕有我这个全年级第一在 爸爸也还是会觉得很丢脸的 威妮 你怎么不化妆了 我的天好憔悴 我都没认出你 萧萧 你的粉色头发呢 你不渴望漫画里的爱情了 前两天刚网上一个帅气哥哥 才跟我表白呢 唉 好苦恼 我要怎么拒绝他呀 命霞 你本来就高度进士 还这么拼命学 不怕瞎啊 是杜凡从抽屉里 抓出一把大胖蚕 扔到了林园身上 林园被吓得弹射起步 手里的奶茶 被扔到三米远 神经 王威妮抬头看了一眼 还在不停拍打 大胖蚕在原地跳舞的林园 然后又继续低下头写卷子了 本来今天提难就烦 你再不滚 别逼我给你大嘴巴子 杜凡扔完蚕之后 也骂骂咧咧的继续做卷子 林园看他们都不好欺负 临走前还忍不住 在我这个软柿子这里 找找存在感 姐 你这个倒数第一 可别把他们补成 倒数二三四五六七了 看见杜凡又朝抽屉里伸手 林园马上狼狈的 捂着头发走了 中二少年的想法 就是比较清奇 谁家好人会在补习室的抽屉养残啊 寒假一晃而过 在开学前一天 我给六个提分机器 出了一套跟高考难度差不多的卷子 六个人的分数都有提升 平均比之前的水平 要高个一百来分 按照你们现在的状态 全国范围的大专 是可以随便选的 看他们拿着试卷 飘飘然的样子 我直接泼了一盆冷水 随后更是直接冷酷无情的 给他们布置了开学学习计划 因为不是一个学校 开学之后 我会让沈渝把你们每周的提侧 交给沈云 我不管你们怎么挤时间 反正没挽记得 把做完的体拍照发在群里 每天晚上11点 我会把当天提亮的答案 发给你们 你们自己评改 每周天 我会给你们讲解错题 和解答疑问 木姐 不用麻烦沈渝了 到时候我们自己来找你拿 杜凡把手枕在脑后 靠在椅背上 对着我挤眉弄眼 很快我就知道 杜凡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 中二六人组集体转学 倒是重点了 他们的家长 联名给学校 捐了好几个实验室 我只能说 超能力确实无敌 开学第二天的上午大课间 中二六人组 就嘻嘻哈哈的来 我教室门口读我了 在这之前 我正愁不知道 要怎么去找另外的提分机器 这六个人的转学 反而让我产生了灵感 这一出高调讨要是我 昨晚就给他们布置的任务 明天大课间 你们高调点 来找我要这星期的题目 迎着周围同学好奇的目光 我把早就准备好的试题 那边也带我一个补习呗 好不好 我肯定比我哥更加朽木可雕 我一直都有帮沈渝 他只是我安排好的 play中的一环罢了 我明显看到 周围有些同学的眼睛 已经亮了起来 目光灼灼地盯着我 等着我的回答 沈渝都可以 那他们呢 大家不都是同学吗 我仿佛被看得 很不好意思一样 勉为其难地答应着 可以 然后看了一圈周围的同学 仿佛不太会拒绝人一样 脸颊微微发红 如果你们不嫌弃我学的不好 只要大家有问题 都可以来问我 除了少部分人 带着质疑的眼光打量我 大部分人 都还是明显的挺高兴的 甚至已经有同学 拿着题目凑到了我面前 我也迅速进入了答疑模式 高三下学期 所有人都很忙 学霸们自己也要忙着复习 老师又只有几个 很多同学的疑问 根本找不到解答 只能自己苦苦思考 这样的效率大打折扣 加上我之前 多次年纪第一的战绩 还是有同学比较信任我 非常愿意向我请教问题的 就是这份信任 没持续多久就崩塌了 因为开学后第一次月考 我又考了全年级倒数第一 你看到了吗 林源又是年级第一 这回他考了705分 太厉害了吧 我朋友跟他一个班 说他根本就没学习 这还能考这么高分 真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 可不是吗 不像林沐 我看他学的可勤奋了 结果你猜怎么着 又是倒数第一 听说他这次理终考了零分 是不是真的哦 是真的 我都要笑死了 但凡选择提多蒙几个 都不止于零分吧 他是不是交白卷了 没有 我在办公室看到他的试卷了 写的满满当当的 就是一分都没有 你别说 他也是个人才了 是的 林源也是个人才了 在周围同学断断续续的突糟中 我也这么感慨着 竟然还真的有人能完美避开 所有正确答案 考零分 虽然知道林源大代律 是故意乱作一通的 可我还是忍不住被气效了 多选题正确答案AC 他就偏偏选了BD 别说 其实按照林源这样的运气去高考 说不定真能考高分 越想选什么 就约不选那个就行了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林源的胜方MVP结算 虽迟但道 姐 我听说你李宗考了零分 总分才25啊 林源拿着手里296分的李宗试卷 做着浮夸的表情 站在了我的桌子前 家里都给你报昂贵的补习班了 你学了一个寒假 没进步就算了 怎么还考了零分 晚上爸爸骂你怎么办 要不我帮你求求情 说着 不过我答不答应 直接把手里的卷子放在我桌子上 这是我的卷子 你快对照着 把答案改一改吧 改完了再还给我 不会的提我 晚上回家教你哈 他带着炫耀 风风火火的来 又带着一片对他的夸赞 风风火火的走了 周围拿着李宗卷子 想要问我提的同学 停在原地近也不敢近 迎着我的眼光 退又不敢退 议论声还在不断传来 啊 证实了 他之前的成绩 确实是林源帮忙补习的来的 他自己都要被补习 哪来的脸 教别人解题啊 别这么说 其实我觉得林沐的解题思路 都挺厉害的 而且他教的确实都是正确的 嗨 教你这种学渣 谁不行啊 你这次是班上倒数第二吧 这班里除了随便拉一个人 都能当你的老师 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 我看啊 林源才是真正的学神 我得赶紧找他帮补习一下 说不定我也能考个清华北大傻的 有人早就问过了 他说林沐比较笨 给他补习 已经耗光了精力 实在没空再给其他人补习了 希望大家理解一下 可不是笨吗 人家都那么辅导了 李宗还考零分呢 哈哈哈哈 大家都笑了起来 看起来好不欢乐 我也笑了 林源把摊子扑得这么大 到时候说不了场 该怎么办 这次月考 中二六人组的分数有大提升 究究级学渣组 基本都提高了80多分 究级学渣组 提高了50分左右 而普通学渣纸 提高了40分 他们都很满意 甚至主动要求我 加大他们的提量 这次月考 你们整体进步都很大 再接再厉 我喝着他们 给我带的奶茶 给他们复盘月考的状况 同时给他们打个预防针 你们基础比较差 前面打基础后 拿很多基础分 所以提分会比较快 期中考的时候 我预测你们 每人只能再提高30分左右 到时候也不要气馁 这不是说明 你们努力没有成果了 而是你们已经 走到很难攀爬的登天梯脚下了 又有提高了 我已经很厉害了 我才不会质疑自己呢 绑着超短马尾的王维咪 绑起下巴 自信又张扬 木姐 学校其他人 简直是傻星号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跟林源一起补习那么久 他啥样的人 我们清楚得很 比你差远了 你不要在意那些人的看法 杜凡生怕 我因为学校的流言蜚语 想不开一样 笨拙地安慰着我 就是 遇到那些人嚼舌根 我直接当场就骂回去了 木木姐你放心 我们绝不会背叛你 严潇潇也跟着说道 我从头到尾 从初中到现在 从来没有因为别人的话 质疑过你 沈云也一脸认真地说着 以另外五个人 眯着眼睛 看着沈云起哄 你们对我太好了 我好感动 为了谢谢你们 我今天多给你们 出了一套卷子 快去坐吧 中午十二点收哈 我露出一抹微笑 从书包里 把卷子拿了出来 木杰你倒也不必如此客气 月考过后 爸爸找过我一次 最近这两次考试 我也知道了 木木跟爸爸说说 是最近心理压力 升势太大了 对上爸爸关心的眼神 我心里一暖 爸爸我没事 你不用担心我 后面的几次考试 我还会考倒数第一的 是不是你刘阿姨 给你受什么刺激了 你别在意她 等你高考完 我就会跟你刘阿姨 提离婚的 嗯 什么情况 我爸叹了口气 缓缓说着 当初跟你刘阿姨结婚 是爸爸单位的同事促成的 他说你正值青春期 还是需要一个女人 开导安慰 最好还有一个 年龄相仿的姐姐妹妹作伴 那段时间 你又觉得格外卖力 我就答应了 当时我不是还带你 去见了他们 你回来咋说的 哦 你说妹妹挺好看的 刘阿姨看着也挺温柔 我以为你是渴望的 所以才跟刘阿姨结婚 后面 你刘阿姨的偏心爸爸 也看在眼里 但是你从来没有说过什么 一点都不在意 我怕自己自作主张 反而起了反效果 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果因为你刘阿姨和林源 你才故意自暴自弃 考最后一名 爸爸就跟你透个底 你高考完之后 我就会提离婚 你不要顾及他们 一时间 感动和无语两种情绪 同时在我心里出现 感动的是 我还真不知道 这刘阿姨是给我娶的 无语的是我在我爸心里 竟然是那种 会因为其他人自暴自弃的人 爸 我没有自暴自弃 多的我也不好说 反正你只需要知道 我高考会正常发挥就行了 纠结了半天 我还是没打算 把系统的事情说出来 我可不是圣母心发作 到时候他们离婚 肯定少不了财产分割的纠纷 为了防止我爸心软 这个事情 当然得在那个场合 再说出来了 嘿嘿 跟我爸聊完之后 我心情颇好 林源看到我从书房出来 忍不住又来捏捏 我这个软柿子 姐 你还是不要给别人补习了吧 距离高考 只剩130天了 你可得专心复习啊 这是生怕我分心 让她上不了清华呀 我当然会认真复习 我点了点头 话说妹妹 你怎么这两次都考这么好 不会是在房间里 偷偷学了通宵吧 怎么可能 姐 我才不学习呢 我是天赋好没有办法 一上考场看到那些 提我都会呢 林源非常热衷于 营造这种学生人设 语气里透着愉悦 就是 我早就说过 我家远远是要上清华的人 不用学 也照样考考试 容光焕发的刘霞 也在一旁帮腔 林源这两次年纪第一 我挪娱的冲她说道 然后才漫游游回了房间 我最后的挪娱 明显刺激到了林源 为了证明 自己没有在房间偷偷学习 她马上就把房间里 所有的学习资料搬出来 放在客厅角落了 可能在这之前 她还会偶尔看她书 这下她在房间里 就完完全全是存完了 月考过后 因为我的双岛一战计 找我问题的人 明显少了很多 找系统粗略估计了一下 我的积分应该是赚够了 我也乐得轻松 便也开始随缘接单 三次荣获倒数第一的我 迎来了班主任的亲切问候 林木 你最近这几次也太胡闹了 明明都会的题 为何乱写 梳着利落高马尾的班主任 严肃地看着我 脸上写满了不赞同 三次考试的卷子 我都看过了 就是你的字迹 没有弄错卷子的情况 老师 我真没有乱写 但是每次评改了的卷子 跟我交的卷子都不一样 我也没有办法呀 我无奈到 我也确实没有说谎啊 本来就是嘛 这种鬼话 你都编得出来 算了 我拿你没办法 你爱咋地咋地吧 你爸对这件事都不管 我更管不了你 班主任一副 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挥了挥手 把我赶了出去 很快 这次谈话 就被在门外偷听的同学 传了出去 学校里我的人气 又高涨了一波 林木可真是撒谎精 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呗 还说什么卷子变了 咋逼 卷子成精了 我看建房子的钢筋 都没有林木的嘴硬 你们说 有没有可能 林木真的会做 但是真的是故意写错的 可得了吧 他这样做图啥呀 很明显 就是不会做才乱编的谎话 你不觉得林木会的题 故意写错 从全年级第一 故意跌到倒数第一 老实在专门来劝自己 这种行为很拽很酷吗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这么做的话有点爽 是怎么回事 得了吧 都要高考了 谁还整这出 就是因为要高考了 这么装逼一波才炫酷啊 然后等到高考 再重回巅峰 此后几届 江湖上全是他的传说 多爽 这次的留言 一半是骂我撒谎的 另一半则是说 我故意考杂 是为了等高考再装逼的 一时间 关于林源的夸赞热度 都被压下了不少 林源怎么可能 乐意我的风头压过他 坏风头就算了 这不里面还有一半 是在说我炫酷狂炸天的吗 当晚他就在学校论坛里 发了两张照片 一张是我深夜十一点 还挑灯夜读的背影照 另一张 则是他那一本书 都没有的书桌 中间立着正在放电视剧的iPad 佩子 姐姐太勤奋了 深夜十一点 还在埋头奋战 我实在佩服 话说 最近大家有什么好看的剧推荐吗 果然 下方的评论全是说我装 说林源是真学神 圆圆的书桌上 真的一本书都没有 55555姐姐 果然是不用学习 就能考第一的大佬 那些说我们圆圆在家 偷学到半夜的人 出来看清楚 我们家圆圆可不是林沐那种 情不能捕捉的人 林沐之前 不会真的是装的吧 谎话精 绝对是装的 看他这么爱学习 怎么可能拿自己的成绩 开玩笑 所以他考倒数第一 根本不是故意的 很明显就是他的真实水平 为了坐实自己的学生人设 林源还特意拍了一张 客厅角落里的辅导书 放在评论区 之前给姐姐补课用的教材 放在我房间里 太爱逼了 扔到客厅去了 录个种评论更疯狂了 把林源捧得上 天上有地下舞的 在沈渝给我发的长截图里 我又看到了那个 我是嫩爹的用户 他的头像上 是一个白色底黑色字 一个大写的爹 实在难以让人忽略 装模作样 他的评论只有简单的四个字 下面同样是一群林源用户者 对他狂轰乱炸 但是他并没有二次回应 我把这个用户圈出来 发给沈渝 这个人你认识吗 是我们学校的吗 我不认识 你也不认识吗 好奇怪哦 他经常在论坛里帮你说话 我以为是你朋友呢 没问出答案 我也没有深究 转头就把论坛的东西放一边 继续去看题了 中二六人组的期中考试成绩 跟我预估的差不多 平均每人提高了大概30多分 他们拿到成绩之后仍然很开心 距离高考还有80多天 我给他们调整了题库 从原来的基础巩固 换成了中难题提升 在失去二模的时候 他们的成绩已经基本稳定了 当中要数沈云的进步最明显 在最近一次模考中 他考了591 这个分数上一个211绰绰有余 志愿报得好的话 还能充一充985 其余几人进步也很大 基本能稳在一本线上 后面的所有考试 我一直是全校倒数第一 而林园的成绩 也一直稳在全校第一 是模拟考时则是全是第一 留下一招扬眉吐气 终于在亲戚聚会里 成为了被恭维的那一方 每天都荣光焕发的 高考前一星期 我把中二六人组补习班解散了 剩下一个星期 你们可以停止刷题了 没事就看看课本 每个卡卡角角都看一看 加深记忆 祝你们金榜提名 获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我举起手里的奶茶 对他们发出真挚的祝福 高考加油 金榜提名 他们一口同声的说道 同时另外六杯奶茶碰了上来 奶茶杯子碰撞在一起 象征着一段时间的奋战落幕 正式拉开了高考的序幕 为了防止留下和林园高考期间 搞我心态 我爸不问我的意见 直接在考场附近 并离家酒店 木木 你放心考试 其他什么都不用担心 酒店我去住过一晚了 隔音好 床也舒服 离考场走路只要几分钟 爸爸提前助你得偿所愿 我爸还专门购买了酒店的高考套餐 包括定时叫醒服务 和营养清淡三餐 刘霞知道后 找我爸大闹了一场 凭什么林木可以住酒店 我家圆圆只能住家里 就算不是亲生的 你也不能这么折辱啊 他可是全校第一 是要上清华的 你以后还得靠他给你养老呢 我爸大手一挥 住都住 但是木木住酒店的钱 是从他妈妈留给他的嫁状里扣的 公平起见 圆圆住酒店的钱 我出就是 要是住不好 圆圆上不了清华怎么办 然后林园就住上了 比我更高级更贵的酒店 为此 他还专门发了一条朋友圈 为了让我专心考试 爸妈花重金 给我订了五星体酒店 我爱爸妈 就是委屈了姐姐了 不过姐姐 就算休息好了 也考不了高分吧 还是别浪费钱了 佩图则是他的酒店房间落地窗 宿主 他是不是在内涵你 你看不出 你确定对我教会了的同学 在把另外的同学教会 得到的分数提升 也能算我的积分吗 嗯怎么不算呢 机械音响起的同时 我脑海里被展示了一张 小猫咪戴着食指手套 侧头的表情包 少充点浪拔活跌 说完后 我又想起了一个点 林源的系统绑定我的时候 我的脑袋里有提示音 这个顺势不能取消 是 为了公平 被系统涉及的一方会被通知 此提示音不能取消 神他们公平 都不争得人家同意 直接通知一声 也能叫公平啊 那我跟他交换高考分数 什么时候会对他进行提示 由于只指定了高考分数交换 大概率是高考进考场的时候会提示 你到时候能得到他那边的情况不 可以 行 这样也好 有时候真正的绝望 不是不知觉中 胸有成竹的是被调包 而是在做一件事之前 就被告知原来的准备无效 然后最后 因为自己的摆烂 导致这件事彻底失败 希望林源能接住这个噩耗 阿门 6月6日 高考日 在考场门口 我跟中二六人组 还有沈渝会合了 木木 你高考不会再倒数第一了吧 沈渝担心的在我耳边说着悄悄话 我拍了拍他的手 放心 不会 他露出八颗牙齿标准的笑容 那就好 我们都要考出心仪的分数 我扫过中二六人组 扫过站在不远处 默默注视着我的爸爸 还有站在门口的所有高考学子 以及他们的父母 也笑了起来 努力都会有回报 大家都会得尝所愿的 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就让系统记录隐身状态了 直到我高考结束前 都不要上线 这两天我唯一要做的 就是安心且专心的考试 6月7日 天空万里无云 我走出了考场 对在门口等我的爸爸挥了挥手 高考结束了 我终于有空吃瓜 唤醒下线的系统 快给我转播一下 凌员高考的情况 宿主 我给你录像了 你自己看吧 随后 我的脑海里开始出现图像 凌员在进考场前 整个人都还是很兴奋的 跟自己的同学在愉快的聊天 可能是前一天晚上玩手机玩得太晚了 高考第一门科目又是语文 凌员一做到考位上 就开始犯困 试卷分发下来 他题目都没看 就开始用手撑着头睡觉了 系统提示音是这个时候来的 你已被绑定为高考分数交换对象 您的高考分数将与凌目进行交换 突如其来的机械音 把凌员下的一击灵 桌上的笔被碰到掉了下去 监考老师犀利的目光 立马向他扫来 随后站起身来朝他走来 凌员紧张得不行 大气都不敢出 更不敢在心里询问系统 只只愣愣地盯着监考老师 老师在他身边身边转了一圈 把空白的卷子也掀了起来翻了翻 没发现什么异常后 还把笔捡起来放他桌上 临走前还用手点了点答题卡姓名 和准考证号那一栏 示意凌员赶紧填上 监考老师走后 凌员已经开始冒冷汗了 他在心里疯狂爱特系统 什么意思 我不是已经换了凌目的分数吗 凌目要交换的分数到底是我的 还是他自己的 只可惜任他怎么询问 机械音再也没想起过 凌员的屁股长钉子了 一场不安 他的脑袋一片混沌 最后咬了咬牙 拿起笔做起了试卷 不到十分钟 凌员就放下了笔 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语文试卷的选择题就那么挤到 他想乱做都下不了笔 前几次我拿到的他做的语文试卷 除了选择题的其他部分 都是空白 语文考试的两个半小时 凌员非常煎熬地度过了 他最后交的卷子 除了选择题 只有作文是写得满了的 其他都是稀稀拉拉的几个字 一出考场 他就找到了刘霞 妈 凌目要把成绩换回去 他火急火燎地说道 我在打瞌睡的时候 确实睡得半梦半醒出现幻觉了 刘霞心里可不会愿意 到手的清华名额飞了 赶紧安慰凌员 凌员仔细想了一下 好像确实只有自己 睡得半梦半醒的时候听到了 后面他的询问也没有任何回应 系统绑定之后 他应该是从没有跟系统交流过 竟也不觉得这系统的承诺 有什么问题 这个假设真是射到他心砍上了 凌员马上又生龙活虎起来 其他三场考试就继续放飞自我 完全交了白卷 宿主 我在之前还绑定过很多人 确实除了你之外 其他人都不会跟我交流 他们都以为这是一次性交易 那些愚昧的人 我也懒得跟他们沟通 你还挺会拍马屁的 脑袋里被放映了一张 小女孩无语的表情包 然后机械音再次响起 不过他的系统应该是被禁言了 他们之间的契约 正处于失效验证期 系统正在被主系统监管 只有等成绩出来 尘埃落定后他才会被放出来 高考完之后 家里的氛围反而低迷了起来 因为一到家 我爸就跟刘霞提了离婚的事 离婚 你是不是失心疯了灵徽 我哪里对不起 你你要跟我离婚 刘霞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愤怒的冲我爸叫着 当初跟你结婚的时候 我们就约法三章了 你好好照顾木木 我为你们提供物质生活 这么多年来 你没有出去工作 家里也没有花过你带来的一分钱 结果你却没有好好照顾木木 我爸也不予争辩和纠缠 说完就静止进了书房 现在木木也长大成年了 我们本来就没有感情 大家好聚好散吧 离婚协议我晚点会拿给你 妈 他要离婚就离婚 反正我马上就要上清华了 到时候你跟着我想去就是 林源感觉受到了羞辱 狠狠地瞪了一眼站在旁边的我 跟刘霞说着话 我没再搭话 也进入了书房 没有任何寒暄 我直接把林源绑定了换分系统 跟我交换分数的事情 跟我爸说了 那你高考分数 岂不是也要被换走 我爸明显有些急了 怪不得这几次考试 林源都是第一 而你是倒数第一 说着怕我难过 又连忙安慰道 没事目目 大不了我们再复读一年 你们没做同一套卷子的 分数应该就不会交换了吧 没事的吧 我跟林源的高考分数不会交换 我的还会是我的 不用复读 我爸没追问为什么 只是当着我的面 把原来准备的离婚协议撕掉了 他们既然这么不知足 那我也没有必要弄心善了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多了 是会养大胃口的 离婚后续的事情 我没再关注 趁着成绩还没出来 中二六人组 还有沈渝邀请我跟他们一起 完成一场青春最后的旅行 沈渝的爸爸 给我们八个人 安排了带司机的两辆车 让我们走穿藏自驾路线游玩 近藏的一路上 风景豪放又温柔 我们在藏民的家里 一起大口吃肉 大口喝奶 参加他们的篝火晚会 再歌再舞 还体验了在草原上 策马奔腾的滋意 躺在嫩绿色的草原上 看着繁星点点的夜空 大家开始构想自己的未来 希望我的高考成绩理想 只要能上一本就好了 我成绩提升的这段时间里 我看到爸妈的笑容多了好多 真好呀 我爸妈第一次说 为我骄傲这样的话 以前看别人父母这么说 我会觉得肉麻 但是自己体验的时候 这感觉还不赖 望上天保佑我考入新一大学 信女颜消消愿一生大鱼大肉 荤素搭配 以高位上天的保佑 你真是一点亏都不肯吃啊 大家都笑了起来 快乐的氛围感染着周围的牛羊 竟也跟着吼了几声 木木 你会去清华吗 沈云嘴里叼着一根草根 侧过头看着我 应该是会去的 如果清华不来捞我 我可能会去首都航空航天大学吧 在高考前我就想好了 要学习航天技术 为祖国贡献出自己的一分力 你觉得我能考上 首都好一点的学校吗 沈云高考完之后 估分为631 这个分数对北京院校来说 还是能上211的 嗯怎么不能呢 我也侧过头 冲他调侃地笑着 那我就报北京的院校 我们北京见 他一本正经 目光灼灼地盯着我说 我被看得莫名有些耳热 收敛的笑容 连忙回过头 随你 我也要去北京 我要跟睦睦一直在一起 要周末也能一起 出来吃饭的那种 沈云透过我看了沈云一眼 然后兴奋地抱着我的胳膊 对我撒娇 好呀 我笑着回应 旅行结束之后 已经是6月中旬了 高考成绩过几天就要公布了 刘霞和林源 已经从家里搬出去了 我爸写的离婚协议里 布施不分给刘霞母女财产 刘霞不同意 提交了离婚诉讼 最终因为签订了婚前财产协议 并且后面刘霞确实一直没有工作 家庭所有开销 都是花的我爸的钱 包括给林源花的十几万责消费 和报的昂贵补习班 法院说 这笔钱如果需要可以诉讼追回 我爸挥挥手说 这点钱不算什么 就当送给他们的 毕竟请保姆都要开工资呢 最后法院判定 刘霞母女净身出户 他们只带走了自己本来就有的存款 林源因此对我从极度变成了憎恨 在学校论坛发表了一篇帖子 对我进行讨伐 大概内容就是说 从他到我家开始 我就对他进行霸凌 不仅要他每天给我补习到凌晨 还不准他考试的时候 按照正常水平发挥 要他作为绿叶 烘托我这朵红花 整整五年半 在高考完之后 我因为考得很差 对他怀恨在心 怂恿我爸爸跟他妈妈离婚 以此来挽回我那可怜的自尊心 林源甚至还明里暗里 煽动网友去政府网站 举报我爸爸有作风问题 我爸是本地市政府单位的一个科长 之前针对我学习上的那些嘲讽和拉财 我都不在意 反而乐得加入吃瓜 就跟看小丑表演似的 但是这次的舆论把我爸也扯进来了 我就不能作弊上官了 作为一名公干人员 如果在网上产生了负面评论 就算查识为假 也会对工作有影响 我发了一篇澄清贴 明为我和季姐 林源那不得不说的三俩事 在帖子里 我先辟谣了林源给我补课 还不让他正常发挥这件事 我的学识 是我一步一步积累学习得到的 我从未让林源给我补课到深夜 更遑论让他故意考低分 若我的成绩真是他补课的得到的 那他得在还不认识我的时候 就住进我家了 随后附上了多张 我小学的高分奥数试卷和奥数奖牌 并且展示了 我在高中自学的一些大学课程笔记 接着我又对怂恿我爸离婚这件事做了说明 这个我倒没有实话实说 没有必要把事情说出来 让两方都难堪 留意于我父亲 是因为感情不和而和平分开 我自认还没有这个能力 也没有这么无聊 去干涉大人的感情问题 帖子发出后 大部分不再就着投诉我爸的事情 但是对我前半部分 关于学习成绩的说明并不买账 造假就造假 拿人家大学生的笔记来烂于充数算什么 也不知道是他哪个倒霉亲戚的 被偷了笔记都不知道 不管 这波我还是占圆圆 毕竟圆圆高三下学期 是实打实的次子年级第一 强烈许愿远远直播查分 狠狠打零幕的脸 许愿远远直播查分加一 想观摩一下大佬风范 很快 舆论风向转向了 网上一片呼声 想要林园高考查分那天直播查分 很快 林园也对此进行回应了 我只用事实说话 6月24日上午十点 我们不见不散 我脸上绽放了大大的笑容 有点期待他 看到自己成绩的那一刻 是怎么回事 爸爸知道网上的事情之后很生气 马上主动给单位成交了情况说明 回来后越想越气 本来已经决定不追要的 林园的责消费和补习费 他还是给法院上诉要求讨回 林园可能是由于这件事情 可能不太光彩 也害怕再刺激到 我爸让他们还其他小额的消费 倒是没再继续在网上爆料 刘霞却为此打电话 对我破口大骂 你真是个小贱人 真是见不得我家远远好 你等着 等他被清华录取 你就拿着你的低分成绩单哭去吧 我对此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有些想笑 因为我已经接到清华和北大的邀请电话了 林木同学你好 这里是清华招生办 你今年的高考表现格外优异 我们学校已经派出招生办负责人 联系你的中学 需要你报志愿的时候 能优先考虑清华 我们这里的专业全都任你选 电话那边的工作人员 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给我带来了高考的捷报 知道清华对我抛出了橄榄枝 学校很快也联系上了我 林木同学 你这次可是为学校争光了呀 学校打算在初分那天 对你进行一个采访直播 你愿意吗 本来换作以前 我并不是很愿意参与这类采访 因为太麻烦了 浪费我的时间 但是现在有林源直播查分 想打我脸在前 我觉得这个采访浪费一下我的时间 也不是不行 当然可以 6月24日高考放榜日 一大早我就被传来的肩蛋胃相醒了 看到我走出了房间 爸爸立马把一盘早餐端给了我 寒窗苦度12年 功败垂成在此朝 木木快把这100分吃了 今天查分和采访一定顺顺利利 看着盘子里的一根火腿肠和两个荷包蛋 我挑刺到 爸 你应该摆成750分 我高考要是100分 连家门口的职校都进不了 林源也一大早就打开了直播 屏幕正中间放着他的视频画面 左下角的小框则是电脑屏幕 圆圆 你放反了 电脑屏幕应该放中间 看到这条评论 林源撩了撩头发 没有放反 现在不还没开始查分吗 先让你们好好欣赏一下我的盛世美颜 说着 冲着摄像头眨了眨眼睛 我面无表情地关闭了直播页面 在所有高考学子煎熬的等待中 时间终于来到了10点 好紧张 我自己的成绩都还没查呢 我还是比较期待圆圆的 期待加一 听说考进全省前50名成绩就会被屏蔽 不知道圆圆的会不会屏蔽 在一生生期待中 林源把电脑屏幕和摄像头画面兑换了 一脸自信从容地 在查询成绩一栏输入了准考证号和姓名 在网页转圈圈的加载中 我也站在了直播采访镜头前 林沐同学 作为本省的高考状元 请问你学习有什么诀窍吗 这场直播实在是重点的大礼堂举办的 台下坐满了学校领导 电视台工作人员 还有一些本校的学生 在看到我上台的时候 下面没什么反应 在听到主持人说到本省的高考状元时 下面的学生炸开了锅 林沐 是不是高三年级那个一直考倒数第一的 是不是念错名字了 我姐在家都是夸林源的 说林源几次连考都是全市第一 应该没有弄错 上面那个确实是林沐 林沐在高三上学期期末之前 确实每次都是年级第一 那最近几次年级第一的林源呢 应该也考得很好吧 考得很好的林源 此刻正对着电脑屏幕发疯 林源的成绩没有被屏蔽 毕竟满分750 总分只有25分的成绩 实在没有屏蔽的必要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是要上清华的 怎么可能只有25分 一定是弄错了 对 一定是弄错了 他完全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脸色发白的喃喃自语 下一秒回过神来 突然想起还在直播 连忙慌张的关闭了直播画面 屏幕里的弹幕还在不断跳动着 啊 我没看错吧 多少 25 你们看学校的直播媒 林木正作为全省高考状元 接受采访 真的假的 这两姐妹到底谁是真学神 谁是真学渣呀 高考分数摆在眼前 事实还不够明显吗 林源是不是还说 他给林木补课到凌晨来着 考25分的人给省高考状元补课 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 我还来不及再看看更多弹幕 直播就完全被关闭了 一边吃瓜 也不影响我一边接受采访 我的诀窍就是 勤学多学 用心去学 学习没有捷径 量变才能引起质变 再分享了一些我的学习方法 这场采访就结束了 学校论坛再次爆炸 全都在讨论 今天我作为省高考状元 接受采访 和林源考了25分的事情 那些曾经拥护林源 为学神的人 通通反过来指责林源 说他的虚伪欺骗了他们 往他们还为了维护 他跟其他人吵架撕头发 同时 我的光辉世纪 也在论坛广泛流传 故意在高三下学期 考倒数第一 然后再在高考一名惊人 这种人为制造的触底反弹 简直太炫酷了 我倒也没有这么中二 能一直考第一我 为何要触底反弹来装逼 我查了我的高考成绩 意料之中的被屏蔽了 系统的机械音 在此时想了起来 高考结束 先对宿主进行积分结算 此次高考 在宿主的帮助下 共有47人的成绩有了提高 按提高幅度排名如下 沈云 提升321分 王威妮 提高301分 陆帆 提高284分 严肖肖 提高263分 经过统计 提高的分数 折算成积分为4356积分 以超额支付心愿报酬 林渊后来找过我 他堵在我家门口 等我回来 林沐妮 是不是把我的分数换走了 那是我的清华名额 我才是省高考状元 你快把它还给我 韩比娃呀 见我回来 他直接扑了上来 不停摇晃我的肩膀 在我耳边疯狂大叫着 他面容憔悴异常 眼睛布满了血丝 再也没有了前段时间 意气风发的模样 听到他说的话 我只觉得狠刺 我竟不知 我辛苦学习到的知识 最后成为了你了 把他的手从肩膀上扒下来 我盯着他的眼睛说道 怎么 偷了别人的东西 使用了一段时间 你就真的当成是自己的了 说完我就指纹解锁 开门进屋 反手把门重重关上 林渊还在门口大吵大闹 那本来就是我的成绩 我才是真正的学神 你的成绩 都是我给你补习到半夜得到的 啊 你把我的清华名额还给我 防止他吵到邻居 我直接掏出手机 给物业打电话 让保安强制把林渊带走 林静开学 我爸告诉我 刘霞要把林渊嫁出去 要求男方至少给他30W彩礼 刘霞为此还专门找到我爸 让他给林渊介绍 有钱有势的男人 不知道刘霞怎么变成这样了 之前虽然有市井夫人的斤斤计较 但是对林渊也是真心爱护的 只希望林渊自己是个立得起来的 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大概是因为我跟林渊年龄接近 我爸还是侧隐心作祟的感慨了一句 但是也仅仅只有感慨而已 多的可没有了 刘霞那里还欠了我爸钱呢 回到卧室 我就开始询问系统 刘霞的变化 是不是跟林渊的抵押物有关 是 林渊的抵押物是刘霞的母爱 林渊和系统的契约 在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就失效了 刘霞的母爱被回收了 没过几天 我就听说了 林渊偷了刘霞所有的现金跑路的消息 没人知道他去了呢 也没人知道他最后有没有醒悟 然后开启新的人生 沈兴和沈云也报考了北京的大学 开学前夕 我们三个一起坐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 飞机驻跑后缓缓上升 穿过了厚厚的灰色云层 我透过舱窗 看到了外面金黄灿烂的朝阳 飞机载着我们和我们的理想 驶进了那片朝阳里 郑文娃 番外 初中的时候 有一个我不认识 但他的名字却一直围绕着我的人 林木 林木这次又是年纪第一 还甩了第二名几十分 听说他爸爸是政府工作人员 妈妈是研究所的教授 我都不敢想 出生在这种家庭多拉风 怪不得人家也厉害呢 你听说了没 王岁又又又又跟林木告白了 结果林木让他好好学习 别想写有的没的 人家可是高领之花 我看真没人能配得上 可不是高领之花吗 他永远都是自信的昂着头 目不斜视 白净的脸上 带着礼貌又疏离的微笑 就像雪山上纯净无瑕 无人可以染指的雪莲花 中考之后 林木以全区第一的成绩 报送到了是重点 我则是去了二中 本以为他的名字 不会再围绕在身边 拿小的妹妹沈玉静 和他当了同桌 还发展成了他的忠实迷妹 妹妹初中上的是 另一所贵族初中 知道林木是我初中 隔壁班的同学之后 不仅跟我打探以前的情报 还每天都在我耳边 念叨林木的近况 木木真的好厉害 才上高中 就有人听说了他以前的事迹 来找他下战书较劲呢 哼 结果当然是木木赢了 那个人年纪前十都没劲 丢人丢大发了 木木今天穿的白色格子裙 绑上马尾 简直美翻了 阳光照在他身上 我都看呆了 真想拍下来 给哥你也看看 唉 我要是男生就好了 我一定要追他 不知道以后 哪个臭男人 会跟木木在一起 嫉妒 我就这么受迫害的 听他念叨了两年半 高三的那个寒假 一天晚上 我看到妹妹气呼呼的 在客厅跟林木打电话 说着什么学校论坛他房 林木他房了 嘿 高领之花的超级学霸 也有他房的一天 这么新奇的事情 我哪能错过 这些对林木不友好的言论 我竟莫名生出一股怒气 林木怎么可能不是真学神 林源哪里能够跟他比 林源初中就是我们班的 有一次考案是我发的卷子 他那狗扒的字 还有满卷面的 红叉叉比我的卷子还惨烈 更何况他现在还在跟我一起 上补席班呢 而且林木力不厉害 我还不知道吗 我立马切换了小号 直接跟大部队作对 激情开脉 笑死了 林源辅导林木 这种话你们都编得出来 还真有人信啊 但凡有人看过林源以前的卷子 就知道他几斤几两了 一个从初中就平平无奇的人 突然考一次高分 就能拉下常年年纪第一的学生 一群傻蛋 Fuck 很快就有人骂我了 甚至还有造我和林木黄瑶的 为了不影响林木的名声 我把那条评论删了 但是并不妨碍我继续发表 其他评论去讲道理 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没想到林木竟然代替林源 来上补席班了 在补席班上 第一次看到林木的时候 我甚至以为自己没睡醒 出现幻觉了 他那天也穿了一条白色的裙子 阳光从他身后透过来 穿过发丝 给他镀上一层柔光 我甚至能够看到 他脸上细腻的绒毛 我觉得妹妹的形容还是保守了 林木是我见过最漂亮 最有气质的女孩子 他慢慢走向我 旁边的座位 这还是我单方面认识 林木五年半的 第一次跟他近距离接触 我感觉我的胸腔里 汇聚了一股电流 他把电流输送到我的四肢 变得我迷迷糊糊的 这种不真实的感觉 让我有些分神 等我回过神来 林木已经提出 可以帮我们补习了 我当然愿意啊 我连忙出生 请你帮我补习 言潇潇嘲笑我脑子烧坏了 我心想你知道我锤子 后面林木跟我们打赌 王维妮他们根本不相信林木 还是一副轻蔑的样子 我才懒得提醒 他们根本不知道林木有多强 我乐得看他们打脸 让我生气的是 明明林木都赢了赌约 杜凡还在拿倒数第一说事 林木才不是倒数第一 我忍不住捏了纸团 砸向了他 结果没想到 被林木看了个正正 脑子都还没来得及思考 怎么解释 我的嘴巴就先裂出了笑容 后面我们一起 去了北京上大学 我的学校距离清华不算远 只要有空 我就将妹妹约林木出来吃饭 然后我再死皮赖脸 跟上去一起 我从不掩饰对他的喜欢 但是我们两个 谁都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 直到我本科毕业 跨专业考研去了清华 报了跟林木同一个导师 确认被录取那天 我约他一起去逛一和园 就我们两个 我们并肩坐在昆明湖边 看着夕阳浮在水面上 柳枝浮动把水面划开 我掐指一算 现在是个表白的好时机 林木 我侧过头看着他 嗯 他也侧过了头 我们四目相对 你愿意给我补习一辈子吗 林木那无语的表情 在我看来非常生动可爱 我反而没那么紧张了 我的意思是 我喜欢你 这份喜欢 不知道是从以前什么时候开始的 但是会保持到 直到我们都死去 我顿了顿 林木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好呀 他笑着 眉毛弯弯 眼睛在发光 我也笑了 露出了八颗牙齿